一人之下已经收官,在大结局中,冯宝宝的身世之谜终于解开,原来他的父亲就是全姓掌门吴根生,当年吴根生为了复活女儿冯宝宝,召集了八奇迹的创造者前往二十四节骨复活冯宝宝,因为缺了双拳手的端木英,导致复活后的冯宝宝失忆。 冯宝宝一直在找自己的亲人,只要有人带他去找他的家人,他就跟谁走,导致被人贩子骗走,受尽了磨难,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身世,得知父亲是吴根生,没想到又被端木英欺骗,导致被抽走记忆而彻底失去全部记忆。 冯宝宝的父亲是吴根生,那么吴根生到底去了哪儿也无从得知,更不知道是死是活,大结局也没有交代。 那么张楚兰的父亲又是谁呢? 剧中只交代了张楚兰的爷爷张淮毅,根本就没有提到张楚兰的父亲,更没有提到张楚兰的奶奶和母亲。 张楚兰的爷爷张淮毅这么厉害,那么张楚兰的父亲肯定也是一人界数一数二的高手,张楚兰的父亲到底是谁呢? 没错,他就是张于德。 为了躲避规予气体源流的三十六贼,张淮毅带着儿子张于德从小搬家,张于德生了个儿子张楚兰,张于德丧偶后再也没有娶妻,一直都是失踪状态,剧中全集都没有提到张楚兰的父亲。 张楚兰的父亲可能跟斗罗大陆李唐山的父亲一样,也是个很厉害的角色,可能也在暗地里一直默默地守护儿子张楚兰,张于德也一直在调查假身之乱的真相。 总而言之,冯宝宝的父亲是无根生,也是失踪状态,而张楚兰的父亲张于德也是失踪状态,可能都跟假身之乱的真相有关,毕竟结局中只是揭开了假身之乱的冰山一角而已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